WOW的老師 吊小河 WOW的老師 吊小河 凱冰老師 妳也太厲害了吧 妳的童蘭韻真好 小河老師 我想 我並不只是投籃運好而已 應該是因為 我對於我的目標很專注 每當我看著籃框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那就是我的目標 我一定要努力達成 然後就投進了 所以被凱冰老師盯上的目標 大概都很難逃車吧 不錯 有意思 未來跟妳拚一下 我就不相信只有妳可以進 這裡是吧 齊老師真的是太帥了 越來越無法抵擋這種輕鬆男性的心眼裡 現在那些花美男小鮮肉 我看了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對齊老師一定是真好 什麼 好… 走了 好… 林林 妳現在是不是還在擔心 周星姐和晨榕飛的事 對啊 妳剛剛也看到了 星姐跑出教室之後 我跟了過去 她什麼都不說 就一直在哭耶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誰也幫不了他 現在只能等風頭過了 他們才有辦法解除壓力 恢復到原狀 身為朋友的我們 什麼事都不做 對他們才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壓力很大 如果我們去關心她的話 只會增加他們的壓力 現在只有他們可以去解決而已 所以只要他們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再默默的陪著她 這樣就好了 好不上也是 辛杰現在就是很怕別人的眼光 如果我們可以不要那麼關注她的話 她就可以比較放鬆了 謝謝 澤民威 我覺得你的思想 好像越來越成熟 以前的你 就是兄弟的事就是你的事 一定立刻馬上一頭再進去處理 現在居然會踩煞車了 真的不一樣 變成熟不好嗎 我可是真的很認真 想要成為一個 可以讓人依靠的男人 是啊 可是看著這樣的你 你突然覺得有點害怕 害怕 我做了什麼讓你害怕嗎 你可以跟我說 我可以改 不要擔心 不是你的人讓我害怕 而是我害怕未來 未來 什麼意思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從小一起長大的 以前你很幼稚 很衝動 很容易讓人家擔心 可是現在變得越來越會聽人家著想 越來越有智慧 也越來越可靠 就連我有時候都會忍不住 想跟你討論一些很煩惱的事情 那可是未來呢 未來會怎麼樣 你會不會離我越來越遠 這有什麼好擔心的 你的未來就是我的未來 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未來變得怎麼樣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需要我的時候 我還是會出現啊 所以我說 你的未來就是我的未來嘛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依靠我啊 我們可以互相的成長 互相的努力 這樣才可以長長久久 說得也是 我好像想太多了 未來好像也沒有那麼可怕 對啊 你放心 你的未來我一定在 那我們就繼續為未來努力 然後整整念書吧 好 加油 剛剛李明沒有反駁 我說的長長久久 還說想要依靠我 所以這是不是代表 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越來越重要了呢 鄭明薇說 我的未來就是他的未來 所以 他是把我放在他的未來計劃嗎 我想要的長長久久 和他說的 會是一樣的嗎 輸過世就好了 輸過世就好了 我 欣姐 妳來用車找我 怎麼不直接進去 我問妳 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很累 累 怎麼會累呢 可是我很累 我也知道這段時間 有人 妳因為我不穩的情緒很痛苦 所以妳游泳的速度 反而變慢不是嗎 我最不願意付的事情 就是拖累 妳沒有拖累我 一直以來都是妳支持我 所以我才可以 好 那就當我自私 我好想要讓自己 輕鬆一點可以嗎 我們分手吧 然後來看看 妹妹 就有時候 在談 我 把 我 我 他 我 我 原來 好 欣姐 你 你好久 我知道 你哭吧 好好的哭一場 會在這裡陪你 我真的很喜歡龍飛 跟他在一起 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可是我到現在才知道 我們不適合在這個時候在一起 你說的沒錯 我們應該等上大學再交往的 但反對真的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我們不管做什麼 都會被大家出入 是我太笨 太戀真了 我以為我可以不受任何的影響 跟他交往 現在事實證明 是我很不夠成熟 去面對 去承受這一切 欣姐 你不笨 可以勇敢表達出自己的心意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千萬不要因為最近的事情 來否定你自己 我就是不想要再更討厭自己 才會選擇跟他分手 我不想要再對他說出南丁的話 我不想要再任何看 讓我走路的樣子 我更不想要他因為我 還毀了他自己的淺寸 我不想要後悔 那龍飛怎麼說 他答應了嗎 他說如果這麼做 不能讓我比較輕鬆的話 他會尊重我的選擇 我知道 你一定現在很大的決心 才做出這個決定 只有這樣子 你一定會很難受 不過只要你需要我 就跟我說 我一定會陪你 我不想去拿分手 米奇 妳小心一點 我剛才看妳差點跌倒 妳是不是在虎視亂想 因為謝謝妳 我現在覺得心情很煩 早知道 妳就不要送丞龍飛那條項鍊了 我真的只是出自於好朋友 之間的關係 我沒有搞破壞的意思 這我當然知道 但是就是有一些愛八卦 喜歡捕風捉影的人 你不要在意他們 不要因為這樣心情不好 陳龍飛跟周星姐 因為我而分手 我心情怎麼可能會好 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情 去理那些亂講話的人了 我只想要補救 我知道陳龍飛很喜歡周星姐 現在事情變成這樣 她一定很難過 而我就變成間接導致 他們分手的壞蛋 妳根本就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要自責呢 妳就只是想送好朋友禮物 做的是那些愛講八卦的人 現在說這些都已經沒有用了 說來說去 還不都因為我 不是 講老實話 周星姐跟陳龍飛會分手 那是他們自己 有克服不了的問題 你看 當初他們兩個要在一起 是那麼的堅定 現在卻因為一點小事情 就要選擇放棄 讓我真的很懷疑愛情 到底是為了談戀愛 還是真的很喜歡對方 如果是真的很喜歡對方 不是應該要為對方克服一切嗎 妳現在對感情 好像很有感觸 我哪有 我只是就事論事 反正他們兩個感情 最後會變成怎樣 都是他們自己決定的 根本就不是妳的問題 懂嗎 大家好 我是三點B班的鄭明威 今天想要利用下課的十分鐘 跟大家分享一篇 我很喜歡的文章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請進去 他想要幹嘛 不知道 江宗子希 無於我禮 無則我豎起 岂敢愛之為我父母 眾可懷掩 父母之言亦可未言 江宗子希 無於我強 無則我豎上 其敢愛之 為我豬胸 你們班的正名威 為什麼又要到廣播室了呢 杜主大 你先聽看看他想要說什麼吧 這個是詩巾 正風江宗子 內容是在講 主公追求美好的事物 但是又害怕人言人語 害怕父母的責罵 害怕掌兄說他壞話 又害怕街坊鄰居 所說他的閒言閒語 既然相愛 是這麼的為難 原來早就在三千多年前 人們就懂得人言可貴 隨著資訊的發達 語言的霸凌更是無屬不在 現在有句話說 讓別人去說吧 我走我自己的路 聽起來好像很豪邁 但是想要真正地做到 卻比登天還難 在今天 有不少的壞人壞事 是在輿論的壓力下 被制止或是被揭露的 因此畏懼人言的人 是那些做壞事的人 這樣來說 人言的威力對壞人來說 是有發揮到震盛的作用 但是那些無辜的人呢 一句重傷 就能毀掉一個人的信念 一句閒語 就可以毀掉一個人的情感 一句亂語 就可以害一個人的性命 我記得熊主任曾經說過 傷人語言 甚於見解 用二毒的語言攻擊別人 比任何的見解刀都來得傷人 特別是那些道聽途說 傷人傳腐的傳聞 千萬不要再以而傳而 你不知道你無意中的一句話 其實是很傷人的 不是自古以來 人們也很痛恨那些 咬舌頭搬弄是非的人 所以那些人 不是稱作為嘲舌腹嗎 千萬不要做那種 自己覺得很討厭的人 我是鄭明威 今天下課的十分鐘 希望你喜歡我分享的文章 謝謝 鄭明威 我真的搞不懂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 跟廣播室過不去 杜組長 對不起 我知道錯了 我不應該再次的三支 使用廣播室的設備 我願意接受懲罰 那你明知道不應該 為什麼還是做了 因為我想不到辦法 我不想要看到陳龍飛 再這樣失憶下去 也不想要一直聽到 那些奇怪無聊的八卦 一直在那邊惡意重傷別人 所以我就使用了廣播室一下 我還以為你衝動形式的個性 已經改了不少 杜組長 我想明威她這次也是好意 也趁機幫全校的同學 上了一首詩經 對 而且我想過了今天之後 大家對江仲子這首詩 又會更加了解意思 當然 不過看來威哥真的有上 曉和老師的古文課 程度越來越進步 剛剛講講的話呢 很多部分是用成語來形容 形容得滿正確的 不只言之有誤 也言之有理 錯了就是錯了 我不應該擅置的是使用 廣播式的設備 而且還沒有經過杜組長的同意 杜組長 對不起 不是 現在不是說對不起怎麼樣 明威 你不能每次犯錯 都以為可以用道歉了事 不行的嘛 雖然你這一次是有程度的 引經據點 但是還是要處分 還好校長跟主任不在 要不然你就倒楣了 還是要處分一下 要一時一時處罰一下 好不好 那我就罰你 掃地可以吧 掃那個校園 就操場旁邊有樹木的 這兩排掃一個禮拜 謝謝杜組長 還有我有個建議 我是助長給你一個良心性 你如果真的 那麼喜歡廣播 其實你可以 可以往廣播界發展 好 好 同學們把作品完成之後 統一交給學藝股獎 下個禮拜我們要學的是水墨畫 大家要記得帶墨汁跟毛筆 如果想要自己磨墨的話 也要帶宴台喔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好 同學們下課 上課 上課 唐妙老師 怎麼了 我想要學習美的藝術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抽空教我 原來 非你想要考美術系 老師一直以為 你想要考中文系 不是 是我想要變美 最好能像凱妮老師你一樣 舞昧又漂亮的女人 不但風情萬丈 而且超級有魅力的 可以吸引到 每一個男人的注意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跟魅力 妳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對我自己是很有自信 可是我這是要吸引的 不是男生 而是男人 你甚麼 我 我的老師 是的 我 ABC 平常 你 這 小鵬